我们再来看一下物理系统 一个游戏引擎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物理引擎物理系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 我们去碰它 它并没有滚动 对不对 并没有滚动 如何让它人物一碰到它 就能够滚动呢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球 首先点它这个球 在这边右边的它的属性底下 把它的什么呢 物理这一栏展开 可以看到有一个模拟物理 模拟物理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这一个栏底下 有一个细节 有一个世界场景设置 如果你现在世界场景设置 你选这一个球是找不到的 你一定要换成细节 一定要换成细节 这个时候才能找到这个物理 把模拟物理给打开 好点运行 这个时候你再去碰它 你就会发现 它就能够滚动了 它就能够滚动 另外你还可以设置它的质量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质量变成 线性阻尼 就是这个摩擦力 把它摩擦力稍微变大一点 让它滚得可以慢一点 我们再推一下 现在再推一下 反正不要难推了 这个时候不要难推了 是因为它的重量和线性阻尼 然后包括角阻尼就是角度的摩擦力 好等等的方式 非常简单 大家无力 大家无力